为了了解泰鲁阁族的狩猎文化以及今年度要推动的自治区政策 美国电台一行人则是来到了秀林湘采访 有缘转会泰鲁阁族代表、蝶木游道、猎人、黄长鑫等人 并且由寄望来进行翻译 同时宣传泰鲁阁族的文化和理念 在泰鲁阁族青年寄望的解说之下 来自美国的电台一行人 3号下午来到左国虹桥来进行采访 并且针对泰鲁阁族的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冲突 如何和工部门达成共识 让缩猎文化能够得以传承 另外针对泰鲁阁族自治区的推动内涵以及理念 总统府原转会泰鲁阁族代表、蝶木游道也一向电台进行解说 希望把泰鲁阁族推动的缩猎文化以及正在推动的自治区 让国际看见 这段时间我们泰鲁阁族积极地推动泰鲁阁族自治 而且在积极地在推动泰鲁阁族的一个狩猎文化 这个引起国际人士的关注 所以今天有美国的著名的电视记者 特别来到我们泰鲁阁部落这边来访问 深度地了解我们泰鲁阁族跟泰鲁阁之间的一个关系 还有泰鲁阁族的狩猎文化 以及泰鲁阁族推动自治的进度 那他们非常关注的是说 泰鲁阁族的狩猎文化是什么 我就跟他们说 我们泰鲁阁传统的这个价值就是说 土地是血 山林是家 没有猎人就没有土地 没有猎人就没有山林 没有猎人就没有动物 所以泰鲁阁族的猎人是首富山林 首富动物 首富这个土地的 所以在我们族语来讲 我们讲猎人叫Damsama Damsama的意义是说 在山林里面跟动物一起生活的人 这个叫Damsama 并不是外面所说的是捕猎动物的人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价值观念 所以这是我们的族语 也是这样说 我们叫Damsama是首富山林的人 那我们泰鲁阁主为什么会积极地 一直在长期来推动自治 就是原来这个立物系的善终下游 这个泰鲁阁地区 是我们泰鲁阁传统领域 我们在这边要回到我们的 原来的主基地 我们要在这边首富这边的山林 延续我们族群的密脉 我们族群的文化在这里 受到这个国际人士的关注 所以他们今天特别 从美国飞过来来了解我们泰鲁阁主推动自治 跟我们的狩猎文化 Delta表示 这次筹备会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开会 也定定在1月28号成立泰鲁阁主自治协会 也将成为国内重大的焦点 而这次相当难得 由美国电台前来采访泰鲁阁主 将推动了重大文化政策 也希望让文化能够走出国际 让世界看见泰鲁阁主的文化意涵 记得请订阅小山道 请订阅小山道